好 下面来看前期差错及其更正 首先来看什么是前期差错 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者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 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的省略或者错误 第一个就是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 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 第二就是前期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可靠信息没有正确运用 拓务运用或者没有运用造成的省略或者拓报 这个就是前期差错 前期差错通常包括计算及账户分类错误 计算错误比如说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假设这个是按照10年计题折旧的 然后你计算的时候按照15年或者按照20年 或者没有计题折旧 这就属于计算错误 账户分类错误 比如说应该分类为固定资产 结果你寄到了存货 或者寄到投资性房地产 或者寄到无形资产里的 这是账户分类错误 还有就是应用会计政策错误 比如说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持有30%的 那应该删着权益法进行核算 结果你看这成本法进行核算了 这就属于应用的会计政策错误 还有就是疏忽或者曲解事实 以及舞弊产生的影响 好再来看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那前期差错呢 根据它的重要性分为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还有重要的前期差错 那这个重要性的判断呢 我们在讲这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时候 也介绍过重要性呢 就从性质和金额这两方面去判断 那比如说我这个少计了管理费用 少计管理费用21年 少计管理费用10万块钱 我在22年发现的 那么在22年发现的 这10万块钱重不重要呢 那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下 如果说我的平均年利润是1000亿 平均年利润是1000亿 那这10万块钱对我来讲呢 就并不是特别重要 那并不是特别重要 那如果说我一年的利润就100万 那这10万块钱的管理费它可重要了 涨我10%呢 对吧 那首先我们来看 如果是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应该怎么处理 对于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企业不需要调整财务报表相关的起初数 但是应该调整 发现当期与前期相同的相关项目 也就是未来试用法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追溯 去追溯 就没有必要去调整21年的了 就在发现的当期 给它寄上就行了 比如借记 这个管理费用 代记 就把这个一记就得了 就采用未来试用法 这是对于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那再来看 对于重要的前期差错的会计处理 对于重要的前期差错 企业应当在其发现当期的财务报表中 调整前期的比较数据 通过以下处理 对其进行追溯更正 也就是说 我21年的错误 22年发现了 那我在22年编制财务报表的时候 我要调整这个前期的比较数据 因为我在编制22年的财务报表 我们都有比较数据 比较数据就是比较21年的 第一 追溯重述 差错发生期间 裂爆前期的比较金额 比如说 我这个管理费用 对吧 少计了10万 我这管理费用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少计了 是固定资产折救 固定资产少计题折救 那这个时候 这个固定资产 在比较前期的比较金额 我就给他得调减10万块钱 那等于我少计了嘛 那对于比较的数据 我也得给他调整金额 第二呢 如果前期差错发生在 裂爆的最早前期之前 裂爆的最早前期 比如22年的资产负债表 它的比较报表 就是21年的 那如果说它发生在20年 或者发生在19年 也就是发生在 这个裂爆的最早前期之前 则追溯重塑 裂爆的最早前期的 资产负债 所有的权益 相关项目的起初余额 那就是比较的是 21年的那调整 因为它是21年之前 那调整它的起初余额 第三 确定前期差错影响数 不切实可行的 可以从可追溯重塑的 最早期间 开始调整留存收益的起初余额 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的起初余额 也应当一并调整 也可以采用未来试用化 好 再来看前期差错更正的披露 那前期差错 这是一个错误啊 那一更正了之后 就要进行披露 企业应当在付诸中 披露与前期差错更正 有关的下列信息 第一个呢 就是前期差错的性质 第二就是 各个列爆前期 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 项目的名称和更正的金额 第三 如果是无法进行追溯重塑的 我们说重要的 我们都要进行追溯重塑 如果是没有办法进行追溯重塑的 说明这个事实和原因 说明为什么不能去追溯 以及对前期差错 开始进行更正的时点 具体更正的情况 在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中呢 不需要重复披露 以前期间的付诸中 已经披露的前期差错的更正 比如说 这个21年发现 21年有错误 22年发现的 22年的报告中已经进行披露了 那么在23年 在以后年度就不用再披露了 不需要重复披露 那么关于前期差错更正的 这些文字性的表述呢 大家了解就可以 因为对于前期差错更正 在我们考试当中 它以主观题的形式来出 以主观题的形式来出呢 它考的并不是这些文字性的 它主要考的是相应的账务处理 而且它相应的账务处理呢 其实跟这些文字性的表述呢 关联也不是特别大 一般呢 它就是给你一个资料 或者是题目就说 我们发这个企业发生了下列业务 然后呢 它做了这样的账务处理 你看它做的对不对 比如说第一个资料什么什么 然后假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然后让你判断 这个是不是正确的 那一般来讲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 它都是不正确的 那它都是不正确的 然后让我们需要进行更正 需要进行更正 那更正呢 有一定难度 为什么呢 它是给了你一个错误的快捷分录 并不是更正 并不是让你把正确的快捷分录写出来 那不是说我们正常 给你个资料 让你写快捷分录 它不是把正确的写出来 而是要把这个错误调整成正确的 所以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关于这个前期差错更正的 我们主要掌握相关的 经典立体的相关的账务处理 好 我们看这道理题 假公司在206年发现 205年公司陋记了一项 管理用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是15万元 是管理用的 所以应该是记录管理费用 等于说少记了折旧 还少记了管理费用15万 所得税申报表中 没有扣除这个费用 那有所得税申报表 没扣除这个费用 应纳税所得额就算多了 那应交所得税也就算多了 假设205年 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 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该公司按照净利润的10%和5% 分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和任意盈余公积 公司205年发行股票份额是180万股 假定税法允许调整应交所得税 首先是分期这个前期差错的影响数 205年少记了折旧费用15万元 然后多记了所得税费用 多记所得税费用多记多少 也就相当于你利润 费用少记了15万 利润就多了15万 利润多了15万 按照25% 所得税费用就多了37500 然后多记了净利润多记多少呢 那就是这两个一减呗 计算出来是11万2500 然后多记应交税费 多记应交税费 这一部分你算到应纳税所得额里了 所以呢要多交税了 多交税呢是37500 多记应交税费37500 多提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 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 是以谁为基础啊 是以净利润 法定盈余公积按照10% 任意盈余公积呢按照5% 好再来看编制有关项目的调整分路 首先是补提折旧 补提折旧 注意现在是某几年 现在是某6年 错误发生在某5年 错误发生在某5年 那这个时候补提折旧的时候 代记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是资产的背底科目 这个没问题 借应该借什么 借管理费用 但是对于损益类的科目 它是有非常强的期间的特征的 它是属于某一个期间 如果寄到管理费用里 那就是寄到了某6年 但是我们现在要调整某5年的 现在要调整某5年的 就不能用管理费用 用什么呢 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它代替的就是某5年的管理费用 只要是涉及前期差错 调整损益的 都是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那它代替的就是相关的 这一年的损益类的科目 然后应该调整应交所得税 那就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应该减少这么多 对吧 所以借 然后代替一个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它代替的就是所得税费用 它代替的是所得税费用 37,500 然后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这个科目余额转入到利润分配 把这个科目余额转入到利润分配 那就是代替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1万2500 然后借记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这两个一加 11万2500 就是这两个的数 这是一个借 这是一个贷 所以是11万2500的借方 要给它冲平 所以是贷 1000年度损益调整 11万2500 借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然后调整利润分配的有关数字 提取盈调攻击 借记盈调攻击 按照一个是10% 然后还有一个是5% 法定是10% 任意盈调攻击5% 这个是16875 代替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16875 然后财务报表 调整和进行重述 B公司在列报 2016年财务报表的时候 应该调整2016年资产负债表 有关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 利润表有关项目 以及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上年金额 来看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首先就是固定资产的 固定资产 补了一个背底坑 带了一个累计折旧 所以固定资产是调减15万 然后调减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属于负债 所以应交税费也减少了 调减应交税费37500 然后调减盈余公积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是16875 调减未分配利润是95625 再来看利润表项目的调整 调整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增加了 调整管理费用的上年金额是5万 调减所得税费用的上年金额是37500 调减净利润上年的金额 这就是这两个的差额 是112500 调减基本美股收益 因为净利润减少了 净利润减少了 所以基本美股收益 它也跟着减少这么多 那就112500除以发行在外的 180万股 计算出来调减的金额是 0.0625 好 再来看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调减前期差错更正项目中 盈余公积上年金额 盈余公积是16875 未分配利润的上年金额是95625 所有者权益合计上年金额是 112500 好 来看这道19年的单选题 假公司注册在已是 在该市有大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由于地处偏僻 已是没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无法取得同类或者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那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市场价格的话 它就只能按照成本法 不能按照供应价值模式 对吧 以前年度呢 假公司对已是的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什么呢 采用供应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经董事会批准 假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 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由供应价值模式改变为成本模式 你本来就应该是成本模式 你供应价值都取得不了 而且我们投资性房地产 能不能从供应变成成本模式 不能 这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得是正确的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是什么 是成本模式转换成 改变成供应价值模式 可以 供应价值模式不能改成成本模式 那么假定投资性房地产 后续计量模式的改变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 假公司正确的会计处理方法 影响重大 说明这是一个重大的前期差错 说明这是一个重大的前期差错 那应该作为重要的前期差错进行处理 所以这个答案是D 作为前期差错更正 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会计处理 并相应调整可比期间的信息 采用中速追溯重述法 也就是事从一开始就是成本模式 因为本来它供应价值就取得不了 它采用供应价值模式 这个就是错误的 那我们从一开始就采用成本模式 答案是D 由于已是没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所以假公司不能对在已是的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供应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应该采用成本模式 所以要作为前期差错更正进行处理 并调整可比期间的信息 好 再来看这道15年的多选题 下列情形中根据会计准则规定 应当重述比较期间的财务报表来有 那也就是以前期间的报表要进行调整 重述就是要调整 A 本年发现重要的前期差错 发现重要的前期差错 那就要对比较期间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这个答案是 B 因部分处置对联营企业投资 将剩余长期股权投资 转变为采用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这个设计不涉及到比较报表 设计不涉及到以前年度 不涉及以前年度 我就卖掉一部分 联营企业比如30% 卖掉了20% 剩下10% 我卖掉就卖掉了 卖掉这部分就作为 卖掉这部分的收到对价和账面价值之间差额 就记录到投资收益了 然后剩下10%的 比如说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话 那交易性金融资产按照供应价值 和剩下这部分账面价值的差额 也记录投资收益 跟比较期间报表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讲C 发生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自最终控制方取得被投资单位60%的股权 那这个是需要调整的 这也需要调整 因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他就视同是一家人 视同是一家人 视同从一 之前就是一家人 所以他要重述比较期间的账户报表 选项D 购买日后12个月内 对上年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取得的可辨认资产负债 暂时确定的价值进行调整 这个是跟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相关的 对吧 是取得如果是自购买日起 12个月内发现的 发现的这个价格的变动 在购买日已经存在的 那么需要进行调整 那需要进行调整 所以这个答案D也是 所以答案是ABC 选项B呢 直接作为当期事项处置 不需要重述比较期间的账户报表 好 我们看这道2019年的综合题 假公司2058年度财务报表 经审计人员审核时 对以下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 提出了质疑 其他有关资料 第一个 假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 未来年度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硬差异 第二 2058年初 假公司不存在地盐所得税资产 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 第三 就是假公司 原来取得对乙公司30%股权时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相同 第四 不考虑企业所得税外的 其他税费及其他因素 这个第一和第二 都是跟这个所得税相关的 第一 它的意思就是 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来抵扣可抵扣暂时硬差异 也就是该确认 地盐所得税资产就可以确认 然后呢 这个2058年年初呢 不存在地盐所得税资产 或者负债的余额呢 这就是说当年发生的 那就是当年记录到所得税费用 然后也是这个整个的地盐所得税的一个发生额 就是它的余额 好 来看看这个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判断假公司 对上述交易或者事项的会计处理 是否正确 好 一看到这 一看到这 如果说我们考试的时候 遇到这种题 这就是给了一部分分 相当于给你一部分分 只要问你是否正确 99%的情况下 都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题 你如果没有时间做 这种题一般都是综合题 放在最后给你好几个资料 如果你没有时间做 看到这个有这种问题 赶紧写上不正确不正确不正确 因为99%的情况下 都是不正确的 一个说明理由 如果会计处理不正确 编制更正假公司 2098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分录 好 来看资料一 因为国家对A产品实施限价政策 假公司生产的A产品的市场售价 是15万元每件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从2098年1月1日起 假公司每销售一件A产品 当地政府部门将给予补助 10万元 2098年度 假公司共销售A产品 1120件 收到政府给予的补助是 1亿3600万元 其实这个政府啊 等于说多给你了一部分 多给你了一部分 A产品的成本是21万元每件 好 看到这儿 我们想一想 这个政府给你的补助 是不是无偿给你的 是不是无偿给你 不是无偿给你的 为什么呢 我的成本是21万 然后呢 这个我的市场售价 而且是国家对这个产品 有限制定价 那么我们卖15万 我如果正常 我就按15万卖的话 我就赔钱呢 那为什么要按照15万卖呢 就是因为政府给了我 10万每件的补助 这样我才能够不赔钱 所以政府给予的这个补助款 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销售对价的一部分 是属于销售对价的一部分 应当作为收入来确认 应当作为收入来确认 这个不是无偿给你的 这是以你亏本为代价的 或者说这个就是 你销售对价组成部分 应该按照收入 这不属于政府补助 税法规定 企业自国家取得的资金 除作为出资外 应当记录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 甲公司将上述部政府给予的补助 记录到了2008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应交纳的企业所得税 也就是这个甲公司 把这1亿3600万元都记录了什么 都记录了应纳税所得额 都交税了 对于上述交易或事项 甲公司进行了以下会计处理 收到钱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带地盐收益 一看这 他就是把它当什么了 把它当成了政府补助 把他当成政府补助 那么这个是不是政府补助 这不是政府补助 这不是政府补助 这是你合同对价的一部分 那么你收到这个银行存款的时候 应该是带什么 应该是带合同 负债 对吧 带合同负债 然后呢 对于 他们卖了1120件吗 1120件 然后每件是10万元的补贴 你看这 他记录哪里 借这个地盐收益 带营业外收入 那肯定不是这么处理 这是合同负债 这是你先收到的 合同对价的一部分 然后如果实现了应该是借记 合同 负债 带几个主营业务 收入 111200万 对吧 就做这样的处理 然后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带记库存商品 这个就是按照 111200件 乘以这个单位成本 21 这个没问题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从客户那 从消费者那收到的 这15万的借记 银行存款 然后带记主营业务收入 这块也没问题 其实需要调整的 第一 把这个 帝安收益都给冲掉 帝安收益 应该换成合同负债 还有呢 这一步冲掉 不涉及帝安收益 不涉及营业外收入 应该是 合同负债和主营业务收入 处理不正确 理由呢 假公司按照规定的 限制价格出售 政府对差价给予补助 最终受益者是消费者 假公司并没有 直接从政府取得 无偿的补助 因此收到的补助款 不属于政府补助 应该作为收入 予以确认 好 接下来就是更正分度 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前期差错更正 会比正常的会计处理 要难一点呢 你看正常的会计处理 我就借银行存款 带合同负债就行了 那么这里呢 你得给它调整成正确的 原来有了一个 会计分度了 原来是什么 借 他错误的是借银行存款 然后带几个地盐收益 对吧 1亿3600 那银行存款又不用动 银行存款不用动 就是把地盐收益 充掉 那把地盐收益 充掉 那就借地盐收益 把这个充掉 给它换成什么 负责负责 带负责负责 你看这笔 这两笔一合到一起 是不是就变成 借银行存款 负责负责了 然后把地盐收益 转到营业外收入那个 直接做相反分路 借银行收入 带地盐收益 直接把这一步 就是他原来不是有个借银 地盐收益 带几个营业外收入吗 把这个给充掉 原项反项充回 然后借银 合同负债 带银行有收入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跟所得税相关的 我们看一下 合同负债 现在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合同负债 一开始是 一亿三千六百万 然后充了 一亿一千两百万 然后这个合同负债 现在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是两千四百万 好 那这个合同负债的 继税基础 等于 账面价值减掉 未来期间可以税间扣除的 未来期间可以税间扣除多少 未来期间可以税间扣除多少 由于在当期 企业呢 把这一亿三千六百万都交税了 对吧 都交税了 所以 未来期间 当它实现的时候 未来期间 是不是这些都可以扣除啊 都不用再交了 因为我这个时候已经交了 我这个时候已经交了 后面不用再交了 所以它的计税基础是零 好 对于负债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形成什么 形成 合体扣赞实应差异 乘以税率 就是形成 递严所得税资产 那形成递严所得税资产 那这个呢 就是六百 因为它的账面价值是两千四 计税基础是零 两千四减掉零 其实就是这个金额 如果写的再全面一点的话 那就是这个减这个 这是它账面价值 它计税基础是零 然后呢 这一减分于百分之二 算出来是六百 借记低延所得税 资产代记所得税费用六百 好 再来看资料二 二六某八年度 甲公司进行内部研发开发活动 购发生支出八百万元 其中费用化支出三百万 资本化支出五百万元 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那费用化的呢 记录到这个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二级科目 资本化的呢 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然后呢 费用化的 我们是要给它到期末转的管理费用里 研发活动所形成的无形资产 是2058年12月31日 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税法规定 对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费用化的研发支出 计算当期应纳所得税 应纳所得税额时 加计75% 事先扣除 也就是费用化这部分 再加计75% 对于资本化的研发支出 其计税基础为资本化金额的 百分之175 对于上述交易或者事项 假公司 进行了 以下会计处理 借记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300万 然后这个借记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500万 带印象充管 800万 这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然后借记地研所得税资产 带地所得税费用 你不用管它后面金额是多少 你也不用管它怎么做的 这个就是错的 因为对于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它在初始计量的时候 不是由于企业和平形成的 初始计量的时候 既不影响当期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对于它的地研所得税 我们不去确认 不确认 所以这一步得给它冲回来 原项冲回来 借所得税费用 带地研所得税资产 给它冲回来就完事了 然后呢 这还少了一步 费用化的 它应该进入管理费用 再少了一步 把少这一步给补上 处理不正确 理由 企业内部研发活动 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应该在期末转入当期损益 因为资本化支出 加计摊销形成的差异 因为这个无形资产的确认 不是产生于企业合并 同时在确认时 既不影响快捷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不确认 暂时应差异的所得税的影响 那就是借记管理费用 代替一个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给转到管理费用里面 然后把它对所得税的 那笔分入直接 原项冲回就行了 借记所得税费用 代替地缘所得税资产 好 再来看资料三 2058年月1日 假公司持有联营企业 乙公司30%的股权 账面价值是3200万元 其中投资成本是2600万 损益调整是600万元 好 持有30%股权 应该是权益法合算 账面价值组成部分 一部分成本 一部分是损益调整 2058年9月30日 假公司与市场独立第三方 签订了不可撤销协议 以4000万元的价格 出售已公司30%的股权 至2058年12月31日 又到了年末 上述股权出售 尚未完成 假公司预计将于 2059年6月底前 完成上述股权的出售 好 我们看一下 签订了不可撤销的协议 然后预计在2059年6月底前完成 这是不是持有待售啊 也就是说在2058年9月30号的时候 它满足了持有待售 满足了持有待售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情况下 对于持有待售那部分 停止权益法核算 停止权益法核算 也就是权益法的话 就是1到9月按照权益法 从10月开始 就不再随着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的变化而变化 因为它就是把这30%都是变成持有待售了嘛 所以就是1到9月按照权益法核算 是200万元 其中1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 实现净利润1000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200万元 好 那么按照权益法 是要对全年的 是以全年的这个 按30%调增长投 还是按照1到9月的 当然是按照1到9月的 从9月份以后 它就变成持有待售了 9月份以后的经资产的变动 不再调整长投 税法规定资产按照取得时的成本 作为计税基础 那资产按照取得时的成本 取得时的成本是多少 2600万 以这个作为计税基础 对于上述交易 假公司进行了以下会计处理 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500次 这500次哪来的呢 代际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480 一看它是按照这个了 按照全年的 按照全年的 等于按照1600万 乘百分之30 这个对不对啊 不对 这个不对 这个呢 它应该是一到九月的 它多计了 多计了 那这个我们得给它冲回来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60 反正这个全年的也是200 对吧 一到九月也是200 那这个就200 乘以百分之30 这个到金额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这个 就给它冲回来 资料3处理不正确 理由呢 该项长期股权投资 签订了不可撤销协议 符合持有代售划分条件 企业应将其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并不再按照权益法进行核算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后 就不再按照权益法核算 由于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你近期出售 因此权益法核算时 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不一致 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需要确认其所得税的影响 这道题呢 还有一个小坑 对吧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说长期股权投资 对于所得税 它是有一个特殊的 如果长期股权投资 你长期持有的话 准备长期持有的话 它的这个所得税的影响呢 就不会实现 我们就不确认低延所得税 但是本题化分为持有代售 也就是说有明确的预途 要给它出售了 只要出售了 这个差异会实现 所以相应的低延所得税 我们还要确认 化分为持有代售时候的 账面价值呢 那就是3200万 再加上这个 1到9月的利润 其他动和收益 乘以30% 是3560 供允价值减去 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呢 签合同 卖多少 卖4000万 说这个费用呢 也没说啥费用 所以那供允价值减去 出售费用后的金额是4000万 按照熟地来计量 那就按照3560 说明没有减质 要按照账面价值3560 来计量 不需要继续减质准备 更正分路 更正分路呢 也就是说 我应该按照1000万 对吧 1到9月份 1000万 30%呢 是300万 而它是按照多少呢 这个它做的时候 是按照1600万 它寄了480万 所以我得冲回来 180 对吧 冲回来100万 借记投资收益 180 代记 长期股权投资 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它 企业做的 然后呢 应该是按照1000 所以冲回来这么多 冲回来 180 然后把长期股权投资 又划分为持有代售 代记 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2600 损益调整 900 损益调整 一开始是多少 一开始是 600题目告诉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调整完之后 这不480 减180吗 是 300 所以是900 现在中国收益 60 然后借记 持有代售资产 3560 然后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计税基础是什么 计税基础是成本 2600 而它账面价值是 3560 那么产生了 对于资产 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 产生 应纳税暂时应差异 近日形成 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就是 3650 减掉 这个是账面价值 这是计税基础 乘以25% 地盐所得税负债 240万 然后这240万呢 我们还得分一下 还不是全部 记住所得税费用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是60乘以25% 是15 然后呢 所得税费用呢 所得税费用呢 是900乘以25% 其实就是这两个 它就差这两个上 这是 所得税费用900乘以25% 是225万 好 再来看资料4 2058年度 假公司因为销售B产品 共收取合同价款是1000万元 在销售B产品时 假公司向客户承诺 在销售B产品的两年内 由于客户使用不当 什么原因 客户使用不当 不是产品原因 不是产品主要原因 是由客户使用不当原因 造成B产品故障 假公司免费提供维修服务 好 免费提供的维修服务 构不构成单项旅约义物构成 为什么呢 它是在标准之外 又提供了一项服务 在标准之外又提供了一项服务 如果说 它就是说产品指南有问题 我给你维修 那是标准之内的 那是你应当应份的 你应该做的 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客户使用不当 客户使用不当 你在提供维修服务呢 这个就不是我分内支持的 这是我额外给你 又提供了一个单项旅约义物 所以这个合同就包括 两个单项旅约义物 一个是销售币产品 一个呢就是提供维修服务 假公司两年期的维修服务 可以单独作价出售 与本年度所售币产品相应的 两年期的维修服务的售价呢 是100万元 好 这个维修服务的单独售价是100万 预计维修服务的成本是80万元 假公司不附加产品免费维修的情况下 出售这个币产品的售价是920万 也就是没有这个维修服务 它的币产品的单独售价是920万 上述已售币产品的成本是700万元 是2058年12月31日 尚未有客户向假公司提出免费维修服务的要求 假定税法上对上述交易或者事项处理 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同 那就是税法跟会计是相同的 就不用考虑税法这一块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总共收了多少 总共收了1000万 总共收1000万 对于币产品的要按照把这1000万 在币产品和维修服务上进行分摊 按照他们的这个单独售价 那么币产品就是920除920加100 然后呢 这个维修服务呢 就是100除一个920加100 然后算出来单独售价之后 针对产品这部分可以确认收入 对于服务这一块 由于还没有发生 由于还没有发生 所以这一部分呢 先确认为合同负债 对于上述交易或事项 我们看一下 假公司是怎么处理的 借记银行存款 代记主营业务收入 全部确认主营业务收入了 那这个肯定是错的 这个肯定是错的 因为这1000万里头 有一部分可以确认 这是币商品的 还有一部分呢 维修服务的应该作为合同负债 然后借赚成本 这个倒没问题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代记库存商品 这没问题 然后借销售费用 代预计负债 他是把这个当成什么 当成产品质量保证 当成获有事项了 他这个把它当成标准之内的了 标准之内的 我要给你提供的这个维修呢 借销售费用代预计负债 那这个我们给他冲回 给他原路冲回 借预计负债 代销售费用 这要是处理不正确 理由呢 假公司提供的两年期维修服务 构成单项留业务 应当按照销售商品 与提供劳务的提供服务的 这两个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对交易价格进行分摊 在旅行各项旅业义务的时候 分别确认收入 那币产品的单独售价呢 是920万 维修服务的单独售价呢 是100万 合同总价款是1000万 销售币产品应该分摊的交易价格 那就是币产品的单独售价 除以币产品和 这个服务的单独售价之和 然后乘以交易价格 总的交易价格1000万 计算出来是901.96万元 提供维修服务 应该分摊的交易价格呢 那就是服务的单独售价 除以商品和服务的单独售价之和 再乘以总的交易价格 计算出来是98.04万元 甲公司2058年 应该确认销售相关的收入 确认销售相关的收入 也要跟产品相关的 是901.96万元 那他确认多少 确认了1000万 确认1000万 多确认那部分就冲回吧 借记 准业务收入 他多确认那部分 其实就是谁呀 就是提供服务那部分 提供服务那部分呢 现在应该作为 合同负债 因为现在还没有履行这个义务 所以呢 应该作为合同负债 借准业务收入 就是8.04 代记合同负债 就是8.04 然后呢 把他确认的那个 就是借销售费用 带预计负债 这个原路给冲回 借预计负债 带销售费用 给冲掉 好 再来看2017年的 这道综合题 假公司是境内上市公司 二某一六年度 假公司经注册会计师 审计前的净利润 是3亿5000万元 其二某一六年度 财务报告 于二某一七年 4月25日 经过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注册会计师 在对假公司 二某一六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的时候 由下列交易或事项的 会计处理 提出质疑 其他相关资料 第一个 假定注册会计师 对质疑事项提出的 调整建议 得到假公司的接受 第二 本题不考虑所得税等 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呢 对注册会计师 质疑的交易或事项 分别判断 假公司的会计处理 是否正确 一到这 这就是送分的 如果说真的有这种提 让你判断是否正确 你看都不用看 如果说有时间 当然还是看看 如果说考试的时候 时间非常紧张 你确实到最后 比如这是最后一道综合题 你没时间看了 一看问题是这个 赶紧这几个资料写上 不正确 不正确 因为99%的情况下 都是不正确的 很少 很少的情况下 才是正确 那个正确的时候 概率特别低 是否正确 一般来讲就是不正确的 并说明理由 对不正确的会计处理 编制更正的会计分路 无需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或者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科目 也无需编制 提取盈于工期 截转利润分配的分路 那么这个就简化处理了 其实你通过这个来做的话 通过这个科目来写 反而不能体现出你的功力 因为只要设计损益的 都是通过这个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都是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你不通过它的话 才看出你对这个会计分路 会计处理 是不是掌握了它的精髓 如果用这个损益的 都用它代替了 否则我们不通过它的话 正常到底是管理费用 还是这个什么销售费用 还是什么费用 还是投资收益 还是什么 对吧 就能看出来具体的处理的情况 好来看第一个资料 216年1月1日 假公司1000万元 购买了已公司资产支持计划项目 发行的收益凭证 根据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资料 216年1月1日 假公司以1000万元 购买了已公司资产支持计划项目 发行的收益凭证 根据合同约定 这个收益凭证期限是三年 预计年收益率是6% 其实一看到 什么收益凭证 然后一看到预计年收益率 它表明的就是什么呢 一本上表明的就是 它不满足本金加利息 那它不满足本金加利息的现金流的要求 当年收益于下年1月底前支付 收益凭证到期时按照资产支持计划所涉及的资产的 实际现金流量的情况 支付全部或者部分的本金 支付全部或者部分的本金 也就是说发行方 它不保证偿还本金和支付 按照预计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也就是说本金和利息 这个现金流量特征 它满足不满足 不满足 那不满足本金加利息的现金流量特征 它就只能分类为什么 只能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就不能分类为以太余成本计量的 它要以供应价值计量切记录变动进入其他中国收益的 它只能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甲公司计划持有收益凭证至到期 这就是给你挖坑的 一看持有制到期 看它的业务模式 是不是就享有合同现金油量 看一下是不是就贪余成本 贪余成本除了这个要求之外 还有一个是本金加利息 如果不满足本金加利息 就不能分类为贪余成本 这个收益凭证于二某一六年12月31日的 供应价值是980万元 刚刚说了 这个只能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开始的成本是1000万 现在变成980万了 那么供应价值下降了20万 二某一六年度 甲公司会计处理如下 我们看一下甲公司怎么处理的 借记债权投资 果然分离分搓了 但是借记债权投资 能不能债权投资 不能 因为它不满足本金加利息 所以这个应该是借记 一个什么呢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代记一个债权投资 给它调整过来 这样和这个分路合到一起 就成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代记一行存款了 然后借记应收账款60 代记投资收益60 能借记应收账款吗 你如果借到应收里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对吧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你才能寄到应收里 才能作为资产的猎豹 这60啥 这60它是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预期收益率算的 是按照预期收益率算的 你预期收益率 人家不保证你这个 按照预期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你能写到应收里吗 不能写到应收 所以这个 在原路重回 借记投资收益 代记 应收上款 还有呢 就是供应价值发生变动了 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是1000 然后变成980的话 那调减20 代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记供应价值变动 损益20 事项一 假公司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呢 收益凭证相关资产支持计划 所涉及的资产可能包括 但不限于 货币利率 基础商品 证券的价格指数 本体中 这个收益凭证到期时 将按照资产支持计划 所涉及资产的 实际现金流量情况 支付全部或者部分本金 发行方不保证 偿还全部本金和支付 按照预期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由此可知 这个收益凭证的合同现金流量 并非仅限于 对本金和以未偿付的 本金金额为基础的 利息的支付 因此应当作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此外 预计的利息收益 预计的利益收益的60万 需要等到实际确定时 才能进行确认 你这个现在还没有板上钉钉 所以预计的这个不能确认 根据分录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代记债权投资 通过这个调整 它原来的分录不是借记 债权投资 代记一个银行存款吗 通过这个调整 这两个合到一起 不就把这个债权投资 充掉了吗 就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代银行存款 然后期末 跌了20万 那就代记交易性金融资产20 借记供应价值 变动损益20 然后对于 它原来的分录上 确认的60万的投资收益 给它充掉 借投资收益 代应收账款60万 好 再来看第二个资料 贾公司自216年1月1日起 将一项尚可使用40年的 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是什么 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是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自用 并计划在这个土地使用权上 建造厂房 好 原来是出租的 现在改为自用 那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变成无形资产 转换日 这个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 是2000万元 那一给你公允价值呢 我估计它就是按照 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它后面你看它这块就有了 对吧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量 那如果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什么 按照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呢 借无形资产 2000万 账面价值1800万 那就是代替一个投资性房地产 1800万 然后呢 差额对于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这个非投资性房地产的话 公允价值模式下 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无论是借放差额还是代放差额 都是记录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里面 那都是记录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只有是非投转公投的时候 代放差额才是寄到 其他综合收益里 其他情况都是记录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截至二某一六年12月31日 甲公司为建造厂房实际发生 除了土地使用权外的支出 1800万元 那是建造厂房呢 那就是借记什么 借记再建工程 借记再建工程 1800万 代替一个银行存款1800万 均银行存款支付 这个土地使用权 于20某六年1月1日取得 取得成本是950万元 预计可以使用50年 取得后立即出租给其他单位 那甲公司对这个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采用供应价值模式进行护计计量 好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是二某06年买的 二某06年取得的 然后是二某16年 那正好十年 十年 那么十年的话 预计可使用50年 预计可使用50年 然后已经用了十年了 说明后面还有多少 后面还有40年 后面还有40年 40年的话 每年摊销多少 无形资产 入账是2000吗 每年摊销50 每年摊销50 好 16年1月1号 给它转成无形资产 然后到12月31号 都用于什么 都用于建造厂房了 所以这一年这50万的摊销 借记再建工程 代记累计摊销50 这是这个业务的相关会计处理 那我们看一下 假公司的账务处理 是怎么做的 借记再建工程3800万 代记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供应价值变动 这是把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充掉 代记银行存款1800万 这是为了再建工程发生1800万 代记供应价值变动罪 错了吧 对吧 这个显示是错的 它是把什么 它是把这个 无形资产的土地使用权 都转到再建工程里了 都做到再建工程里了 那么它应该是无形资产 是无形资产 再建工程是再建工程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和这个对应的 应该是进入到无形资产里 哪应该进入无形资产里 实际二 处理不正确 理由呢 出租土地使用权转为自用 应该确认为无形资产 而不是再建工程 同时在土地使用权上 建造厂房 建造期间的 土地使用权的摊销额 应该进入到工程成本 那就是借记无形资产 调增吧 借无形资产 代记再建工程 然后代记一个累计摊销 代记累计摊销五十 这个你也可以给它分开写 就是 借记无形资产 代记再建工程 它不是一开始把那两千万 都记到再建工程里了吗 对啊 两千 然后呢 再借记一个 再建工程 代记一个 累计摊销 就是把这一年的无形资产 这一年的摊销 五十万 记录到再建工程里 分盖协议行 合到一起协议行 好 再来看第三个资料 二某一六年十月八日 经甲公司董事会批准 将以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使用年限由五十年变更为六十年 这是一个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什么时候变呢 十月份 那从十月份开始给它从五十年变成六十年 并从二某一六年 一月一日开始 按照新的预计使用年限 继续了 那这个显然是错了 对吧 这个会计估计变更必须采用未来试用法 你不能追到前面去 不能追到当年起初 这个出租房产的原值是五亿元 假公司对这个出租房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题折旧 预计净谈值是零 截止到二某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经计题折旧是十年 已经计题了六十年 好 那么到二某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经计题折旧十年的话 那到这个时候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原价是五亿 原价是五亿 预计使用 原来是预计使用五十年吗 折了十年 对吧 折了十年 那就是一个亿 这个时候 它的账面价值呢 应该是四亿 对吧 那就是五亿减掉一亿嘛 那账面价值就是四亿 好 我们看它的账务处理 因为它从16年1月1号 它就按照这个来算了 那从1月1号来算 它肯定这个金额是错的 它就是按照四亿 还剩四亿嘛 然后从五十年变成六十年 已经用了十年了 那就除以五十 对吧 它这个按照这个来算的 它是八百 那这个显示错的 那该怎么算呢 从2016年十月份之前 2016年 十月份之前 这段时间 还是按照五十年 从十月份往后 这个呢 才是按照六十年 那从这块往后 才是按照六十年 事项三 账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主要是金额错了 理由账公司将预计使用年限 从五十年变更为六十年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应该采用未来适用法 不需要进行追溯 2016年 前九个月的 计题折旧的金额 这个前面九个月 跟后面三个月是不一样的 前面九个月 还是按照五十年来 计题折旧 那就是五个亿 除以五十 除以十二 这是除以十二 变成一个月的了 然后乘以九 九个月是750万 2016年 后三个月 是按照六十年 那后三个月是按照六十年 那2016年后三个月 也就是说到九月份这块 到九月份这块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那就是五个亿 减掉 累计者就五个亿 除以五十 乘以十 这是到一五年底 这是到一五年底 然后呢 再减掉 再点掉 这九个月的 这九个月其实 直接用这个数也行 这都算出来七百五 或者公式表示就是 五亿除以五十 除以十二 乘以九 这是它到这个时候的账面价值 到这个时候账面价值 它还能用多长时间呢 除以一个 总的期限 是六十年乘以十二 减掉 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到一五年底 也就是一六年初 是十年 十乘以十二 再减掉 这九个月 再减掉这九个月 还能用这么长时间 那这个呢 只还能用这么长时间 除以这个月份数 然后这个是 一六年是三个月 乘以三 计算出来是 一百九十九点二四万元 那二某一六年 一共需要 计题折旧的金额 那就是前面九个月 加上后面三个月的 这一家计算出来是 九四九点二四 因此 奖公司二某一六年 应该补提折旧 它计题折旧是 计了八百万 正常这一年 应该是九四九点二四 所以应该补提折旧 一百四十九点二四 更正的会计分录呢 那就补提折旧 借记其他优成本 代记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一百四十九点二四万元 最后应该补提折旧的 一百万元 最后应该补提折旧 借י 袁